路上团下午到淡水 上午刚经历台大部分学生抗议 下午还有台湾国在这里 先总统马英九刚下车 台湾国马上高喊卖国贼 马英九还走向前讲话 故意做了个鬼脸鬼镜 虽然有抗议插曲 但还好过程都算和平 警方也逐起人笼 护送访团学生进去 虽然上午有学生抗议 路上人觉得满满热情 有被场外的同学们吓到吗 不会不会 就是我们还是 以这个跟同学们交朋友 多交流的这样一个心情 去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位同学 受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善意 然后包括欢迎我们再来台湾的 这样一些热情 青年都是同跟同缘嘛 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习俗 其实都差不多 爱好也差不多 只是访团有成员说了句中国台北后 访团走到哪 抗议就到哪 马半透露这路声压力很大 你同学的压力很大 但是我想 如果你今天要规定他一定要讲什么 那我们不是跟这个 我们批评的那种独裁国家是一样的吗 也因为这句话 立委要求撤销访团 陆委会也致电关心 他只是用大陆习惯的讲法 那难道我们台湾人连这样的一个包容 跟哑量都没有吗 还要去追杀跟霸凌吗 陆委会这两天也没有再跟我联络了 大陆学生访团 九天行程 陆圣最后两天 除了马龙带来的尖叫声 也真实体验到了不同立场的台式民主 陆圣最后一天 新北参谱